我們來看看博旭 今天 博旭是 謝謝 沒有下血涸 來 給妙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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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博旭 衛免成功 相信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呢 很多呢都已經不是學生了 都已經進入社會了 也做了一段時間工作了 可是呢心中可能還有一個歌唱魂啊 像接下來這位呢他是美髮界的 已經是非常厲害的設計師了 但是呢他要圓自己的夢 也要讓女兒看到爸爸很優秀 我們來認識一下林墨恩爸爸 哈囉大家好 感謝今天呢又看滿了 身為店長的我呢要來現唱一首歌 耶 我是林墨恩 在台中開了一家造型髮廊 我的店呢就是我的練歌唱 年輕的時候非常熱愛唱歌 熱愛音樂 曾經參加許多比賽 組了樂團 出了單曲 也接了不少傷眼的kiss 但夢想始終比不過現實的壓力 樂團呢解散 各自謀生一轉眼 卻也過了十年 現在我是一個女兒的爸了 她們牟女娘就是我的心肝寶貝 擁有她們等於擁有了全世界 看著女兒一天一天長大 我決定當女兒一輩子的榜樣 有夢就要追 我要讓我的寶貝在電視上 看到她真實的老爸 我狼狽妳的愛 妳的臉 媽媽加油 謝謝你 謝謝你 有了家人的支持 讓我更有勇氣追我的夢 都是搖滾老爸林莫安 請跟著我一起搖滾 來自馬來西亞沙巴的顏依文 是擁有多項歌唱冠軍同學的 鐵費型選手 個性直率開朗以她 以平均九千分的高分 強勢衛冕八周 女生姐好 各位評審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那我是阿美族 來自泰巴朗部落花蓮 我來自一個單親家庭 然後呢 我是流浪長大的 然後我進入了一個美髮界 然後我那個美髮界的老本娘 長得跟小燕姐非常的像 而且非常的漂亮 這是真的 那可是我之後回去找她 已經找不到了 然後這中間我也是有玩樂團 然後白天就是做美髮 晚上就是跑夜店出唱這樣子 不過那都是二十幾歲的事情了 然後我認識我現在的太太以後 我就沒有再玩了 想說認真的跟她組織一個家庭這樣子 然後也生了一個女兒 然後呢她們今天呢 都要來現場為我加油 你女兒好可愛喔 謝謝 把她說爸爸加油 我會全力以赴 因為你今天穿的 對 今天又變了一遍 又變一遍 要為大家帶不同的演出 好 稍待一會兒 我們先來聽這個搖滾爸爸的歌聲 我覺得一個人到了中年有了孩子以後 繼續追夢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今天你要帶來什麼歌曲 我要帶來這首歌曲呢 是要告訴我的老婆 下輩子希望 你還可以嫁給我 這首歌叫做 Merry Me 要唱歌前 我們把情緒穩定一下 我發現這個 莫恩講話會 感情一上來 她就把麥克風拿下去 我流浪 老闆娘 而且那個老闆娘 你現在還有找到她嗎 沒有 我希望能夠再找到她 因為我真的很感謝她 是在哪裡 什麼地方 花蓮 有沒有一個理髮廳的老闆娘 長得像我 其實小燕姐 我不知道你也有到花蓮 就開過美髮店 沒有 我就是說花蓮的朋友 你們有沒有朋友 看到理髮店的老闆娘 像我 麻煩你來找一下莫恩 好不好 我 小燕姐 抱歉 我忘了說 那個時候的老闆娘 已經六十幾歲了 那就真的跟我現在很像 OK 這個意思 好了 你現在有情緒可以唱歌了嗎 我可以唱歌 好 好 我現在讓她的情緒稍微穩定 穩定一下 來 好好唱這首 《Marry Me》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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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看着你的眼 我感受你给我的爱 永远给不忘 太多话要对你说 如今已经无法形容 我们就是不能分开 你是我 在生命中世上独有 我说这句一句誓言 Oh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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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baby 每分每秒每日每夜 每一个你都是幸福的起点 永远不会变 每分每秒每日每夜 每一个我都为你多爱一点 只求永恒永垂 就算静止旋转世界 我的心不会变 下辈子再爱你一遍 就算世界就要毁灭 我们的爱就不被摧毁 看着我 想遇到为爱改变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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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每一个日都是幸福的起点 永远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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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分每秒每日每夜 每一个我都为你多爱一点 就永远不会变 就永远永远会变 就算世界就要毁灭 我的心不会变 下辈子再爱你一遍 下辈子再爱你一遍 谢谢 谢谢 来,一文 学文姐好,评室老师好 穿的这个裤啊是要唱什么歌 我今天白变女王要带大家回到四五零年代 对,我今天挑一首卡门 要用现代跟老师的唱法唱这首歌 带大家时光穿梭 好,我们闭起眼睛来听听这首歌 好,请开始 爱情 爱情不过是一种不同的蜿蜒 爱情不过是一种不同的蜿蜒 一点也不稀奇 爱情不过是一种不同的蜿蜒 爱情不过是一种不同的蜿蜒 爱情不过是一种线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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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 什么交情 什么交易 还不是打扯自己骗自己 什么交情 什么交迷 还不是男的女的在作戏 是男人我都喜欢 不管重复 我到底是男人我都抛弃 不怕你在幽默里 爱情 不光是一种 不从后来也有什么了不起 男人 不管是一件消遣的东西 有什么了不起 什么交迷 什么交易 还不是打扯自己骗自己 什么交迷 什么交易 真只是男人女的在作戏 你要是爱上了我 你就自己找回你 我要是爱上了你 你就死在我胜利 我从来没有想到会在这个歌手的比赛当中听到这一首歌 其实这首歌还真是我小的时候听过 那个时候香港很多的电影像音乐片都是有很多的国语流行歌曲 那这首是葛兰改编的卡门 你唱得非常有戏 只要那个地方就是 他唱到哪一些句子的时候会把自己的声音变成像鸭子一样 对 我觉得他刚刚用了很多声音 就直接让我想到 其实他可以跟沈明仙做一样的表演 就是那个背后呢 他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打扮的他 两个同时一直在交换那个声音 我觉得其实蛮搭的 卡门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女人 女人气象万千 我们真的周末不定的 我们以为我们了解女人 但我们并不了解 男人也是 不 我觉得黄国人是你不想去了解 他现在是在跟我聊天吗 不是 我现在是在跟你说 咖啡来一杯 我觉得 我知道你要这样做 而你真的还能把每一种情绪 撒娇的 生气的 高傲的 我觉得你把每一种姿态都做得很好 你是很厉害的歌手啦 但我觉得相对于默恩 默恩你一讲话就是被自己感动 你随便讲话就被自己感动 你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 刚才你一讲说小燕姐很像我的老板娘 小燕姐好高兴 很漂亮 她说二十年前她已经六十岁了 那时候我换小燕姐哽咽了 但是我觉得你是一个真性情的男人 你唱这首歌是为了你老婆而唱 我觉得很感动 你知道刚刚我们的画面真的很温馨 你很真情的在唱 你老婆就是这样的随着你的音乐 然后老婆非常漂亮 我想你的生活也因为你的老婆改变了很多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她不容易啦 她今天站在这个舞台 克服了很多心理的状况 那我相信你的眼泪是你的故事 默恩我很喜欢你的声音 你没有因为你的年龄跟你唱歌很久 然后有让我们听出唱歌很久的那种记号 然后其实你的声音听起来很像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得有一年的金曲歌王陈建年老师 他也是用这种方式唱歌 其实很自然很舒服的 我很开心你今天能够唱这首歌 而且我觉得你唱得很好 谢谢 那怡文我很期待看到你 因为我一直很怕我就是好久没来 然后就是这一趟回来你已经不在 但我知道你还在我很开心 因为我很喜欢看到你的表演 我很开心见到你 OK 你放心他一定会在 他都把别人弄不见 因为我觉得你是一种很危险的艺人 像我就是很喜欢看你的表演 但你的表演是两极化的 不喜欢的人他会非常不喜欢 会觉得你太多 可是在表演的部分 其实在我看来 你是一个很专业的表演者 如果拿捏得当的话 你会是个非常好的艺人 然后by the way 我觉得你以后的衣服 可能要把脖子露出来多一点 你的比例会好看一些 OK 谢谢老师 好 我们要打分数了 来 听听三百万观众怎么说 其实选手真的很幸福 我们这五位自身的媒体人 都给了很多的意见 By the way 我们还是要听听观众的说法 来 你的意见是什么 其实我跟评委老师的想法很像 就是我的卡 我也很喜欢卡门 因为首先我觉得他选这首歌非常非常大胆 因为他歌词里面讲出来的很多东西都很多人是不可以接受不可以理解的 他唱出来的时候我第一感觉就是好像那个 我那个中国好声音的无莫愁那个唱腔 但是当时他也被批评说就是唱得有点over 就比如说像他那个爱情那个 如果能够稍微收一点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好一点 帽子哥你喜欢谁呢 我比较喜欢就是那个穆恩的Marry Me 为什么 然后因为我觉得他是个铁汉柔情的男生 对 然后不管 我觉得他把每个角色都扮演得非常好 就不管是爸爸或是老公或是歌手 对对 然后我觉得最棒的爱情就是所谓的子子偕老 然后子子之手与子偕老 对对对不好意思 然后对 然后我希望未来可以向他看齐这样 对然后我觉得他唱歌已经是唱出感情而不只是在唱歌了 其实他选歌也很大胆 因为他敢在肖静腾的经纪人面前唱老肖的歌 这也是另外一种勇气对不对 好 其实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些选手来来去去 也是很容易敢 王子焦 已经到今天最后一组了小燕姐 什么事小燕姐 我舍不得结束今天最后一组的比赛 够了 好 那我们来看看到底分数如何交给小燕姐 谢谢 其实啊 演戏里也有几种分法 这一种叫做强人眼泪法 等一下 我们就要 看分数了 真的要看分数的 来 莫为的飞出是八千三 好 一位 今天的飞出是 是 九千了 谢谢啊 好 又一次为冕成功最高分 谢谢莫恩 谢谢啊 目前在失败地的选手分别是 奋战不懈的摇滚型男张一祥 就读故里系甜美可爱的胡宇杰 嗓音混厚 情感充沛的林莫恩 歌声清亮的新加坡歌手魏妙如 嗓音独特唱功纯熟的刘忠生 欢迎我们见证律师蔡惠子律师 怀抱歌唱梦想的五位选手 谁能得到较多观众评审的票数 获得再战舞台的机会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分数是